然后将内窥镜装入导引窍管内,将水灌入速度,调至为60-80毫升每分钟流量。 在视频监视下进行碎石,通过手控负压吸引控制口,可将小碎石从导引窍管和内窥镜之间的缝隙中吸出。 较大碎石难以吸出时,可将内窥镜退至红色标志线,碎石即可从血管吸出。 产品可用于经皮肾镜下负压侵蚀、膀胱镜下负压侵蚀、输尿管软镜下负压侵蚀等不同部位手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